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浓郁 顺滑 搭配酥脆的炸物 是不少学生族群的最爱 我觉得他们那个鸡排炸得很酥脆 然后咖喱的话它是味道比较 有种中药 是八角的味道比较中的那种咖喱 我觉得它这边很特别 是它的那个欧姆蛋是 就是很嫩 除了味道浓厚香醇的咖喱 鲜嫩多汁的鸡腿排 也是刘老板力推的招牌料理 成功征服不少顾客的味蕾 我们的炸物有四种 有鸡排 猪排 鱼排 还有鸡腿排 那我个人蛮推荐的是我们的鸡腿排 因为我们的鸡腿排是 有另外加了一个 马告柠檬香茅的这个元素下去 它的味道吃起来还蛮爽口的 对然后在我们这样腌制过程 不用裹粉连皮下去直接炸 会想到把原住民传统香料 马告与日式料理结合 主要是受到刘老板另一间餐厅的启发 原本在乌兰老街经营盒菜餐厅的刘老板 因为疫情关系 因而转型到新店市区 另外多开了这家日式猫餐厅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做餐饮店的 然后因为疫情期间 我们就是改变一下经营模式 于是又选择了这个咖喱的料理 下去做经营 从乌兰山上带上来的 除了独特的料理手访之外 还有店里可爱的十一只猫店长 离开另外一间店 来这边开创业的时候 就想说猫咪自己待在身边比较放心 于是我就把那十几只猫 全部带来这一间店 然后慢慢就转型变成是一种猫餐厅的概念 也希望说喜欢猫 然后家里不允许养猫的 然后可以来这边跟猫咪玩 也非常欢迎这些客人 超猛的猫店长们 个性温顺 在老板爱的浇灌下 每一只都是亲人的天使猫 吸引了不少挨猫人士慕名其来 来这边用餐的同时 也可以让可爱的猫咪疗愈每个人的心 我是从网络上面找到的 然后我是找哪里比较多猫咪的餐厅 然后就找到这一家 感觉就是一个乐园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猫咪 然后就看到很多猫 所以就超级喜欢这里 曾经试过一个礼拜来试试 就是为了捕猫咪 我就是有一次经过 然后发现里面怎么好像蛮多猫的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养猫 对然后就很喜欢 那我就进来看看 然后后来我就越来越常来 然后就跟老板娘也蛮熟的 开业才一年多 店里面的猫咪 就已经跟顾客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许多顾客来到这里 为了美食也为了卤猫 这一只是我来的时候 它才两三个月这么小 对然后我看它现在长那么大 就从小看到大这样 因为它们就每个个性都不一样 像它其实不太亲人 但是它就长得很可爱 尤其是这两 它头上有那个两个斑点 就很明显 特别是Lulu 因为Lulu很喜欢人摸它 特别是摸它屁股 它会在地上翻身 虽然现在店里每一只猫咪 都被养得很亲人 毛发滑滑顺顺又胖嘟嘟 但其实它们一开始都是街头的流浪猫 也有些是曾经被不当饲养的家猫 在姻缘忌讳下被刘老板收养 它是我一年多前才开始收养它的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原始祖不当的饲养 因为它都把它绑在门外面 所以它没办法跑 然后它都会被其他的流浪猫欺负 所以我看到它的时候 它整个身上整个头都是千疮排孔 很多伤口 然后我就跟侍族讲说 你这样养法是不对的 不当的饲养那你不如把它让给我 我把它好好养它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们的那个主人 也有来这边看他两次 还哭了 他说我把他养得太好了 整个胖嘟嘟的这样 对啊 因为它很乖 在讲你啊 刘老板对猫咪们的吸清账料 同样体现在干净整洁的 用餐环境上 我觉得这家店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它有养了大概11只猫 然后它有一只狗狗 但是我进来的时候 就是我没有感受到特别的 就是有养动物的那种味道 就是环境也蛮让人家觉得舒服的 来这边可以用餐之外 然后看到猫咪又很疗愈 又可以摸它们啊 跟它们玩一下 然后再吃饭 然后整个很开心很快乐 很幸福 然后离开这间店 对 顾客们正面的回馈 成为刘老板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相信这家日式餐厅 将会成为民众爱上猫咪的最佳平台